Hello大家好 咱们继续来读一些professional javascript for java for web developer 第四版 来看第52页 先来看看相关的单词 首先第一个dumbed被称为什么什么的 这个属于也比较常用的一个单词 科技阅读里边非常常见单词 被称为什么什么什么的 exponation 这怎么真不是好多 exponation exponation叫做取密 密操作 三的五次密 密叫做exponation 它的词根其实就是这个 这就是代表指数级的取密的 所以说对应的一个形容词叫做exponential 叫做指数级的增长 那么叫做exponential growth 指数级的 但这两个也是写英文 这个计算机里面用的不多 但所以说再标了个信号 然后 asynchronous 一步的 那基本上只要见到前三个 所以这个单词 你不用去全记录 你只要记录前 这几个 async 就是一步的 就这两几个任务可以一起执行 叫做一步的 同步呢 叫什么 叫做先执行一个 再执行一个 再执行一个再执行一个叫同步的 一步的只是一起执行 async 这个一步的 大家知不知道同步的怎么说 说出前几个单词就行了 不用说全部 同步的怎么说 就是执行一个 再执行一个 执行一个 再执行一个 按顺序栏 一步的只是一起做 同步 怎么写 什么 把这个A去掉 行了 synchronize synchronous 就是同步的 OK 所以这就是一步的 这是编程里面常见的单词 像这个 无论是这个Cshop 还是JavaScript里面 都有这个关键字 async 是吧 这就是同步的意思 一个代码 就可以标志为这个async 那么它就是一个 一步的一个方法 或者一步的一个代码块 dynamic动态的 dynamic动态的 像这个JavaScript里面 这个咱们就可以说 这个Va 它就是一个动态类型 对不对 它就可以指向三 也可以指向一个字母串 它是一个动态类型的 OK 动态的 dynamic Layout Layout 这个大家 可能拆开 也许有人不认识 Layout 这么写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程序里边 Layout 布局 是不是布局 比如说我这个程序的窗口 我菜单放到上边 我工具栏在这 然后底下是状态栏 然后 我这有这么一个按钮 你包括我这有个图标 我右下角 我右的头像 这指的就是我这个页面的布局 所以Layout 其实指的就是布局 什么东西该放这 什么该放那 叫做Layout 那么它的 分开写的是动词 它 我真不知道怎么翻译成这个中文 咱们就直接说它的英文 叫做 put somebody or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position 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 这叫做Layout 那其实 它合起来这个名词Layout 它其实也指的意思 我把我的头像放到这 我把这个按钮放到这 这指的意思就是Layout 就是把什么放到哪 OK 所以Layout 就把什么放到什么位置 Layout 所以它名词就是Layout 布局 像你们家里边的布局 你也可以说叫做Layout Build in 内建的预制的 你们这个功能是内建的 不需要单独去引用 比如说像这个Java里边的这个 print line 这个函数叫属于内置的 它是内置在Java里边的 是吧 但是比如说第三方那些类伍什么Layout 那么它就不属于这个内置 你要用的话得单独去引用 这就不要做内置的 OK Build in 叫做内置的 内建的 直接就可以用的 Build in 你像有人很多买这些手机 那手机表 比如说内置 买来就给你装了一些 这个 一些APP 比如装了个新浪微博 装了个什么 那么那些也可以叫做内建 但一般咱不那么说 一般都是预装的 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内建 也是一种内建的 对吧 那么 criteria criteria 是吧 我没读错吧 criteria criteria 读错了 criteria criteria 还真读错了 criteria 叫做判断标准 criteria 这指出 比如说你以后去申请留学 比如说这个学校要求说 这个你申请我们的这个研究生课程 你得有这个雅思6.5的成绩 你得有本科学历 那么这个叫做你的这个标准 就是说满足这个标准 你才能申请他们的学校 叫做criteria 比如说你要去这个 参加某大会 你必须得是公司的骨干人员 那么这叫做你的判断标准 criteria flexibility 灵活性 flexible 是不是灵活的 flexibility 灵活性 这也是很简单的一个 在词性的变化 based on 以什么人为基础的 undocumented 未写入文档 document 这大家都知道吧 文档 document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反义词的一个词根 就是没有的 不的是吧 这个easy 容易的是吧 uneasy 不能说不容易的法 就是难受的 easy 可以说是容易的 可是很舒服的 很放松的 因为这事做起来很容易 你就干起来很舒服 uneasy 我就不舒服难受 是吧 这个 uneasy 是吧 这个un就是一个 一个 否定的前队 是吧 necessary 叫做必须的 unnecessary 不是必须的 是不是 un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前缀 所以说undocumented 就是没有写入文档的 比如说像这个iOS 咱们做这个苹果开发 里边可能有一些API 是为这个苹果没有公布的 你也可以调 那么这样一些 苹果没有公布的API 你去调了 那么这些API 就是undocumented的API 那一般这样 你调用这个苹果的 undocumented的API 一般上架是上不了的 是吧 就是未公布的 或者未写入文档的 这样一些API 所以undocumented 就是未写入文档的 replicated 是吧 重复的 replicate 我老对自己的这个读音 是不是re啊 re啊 这个经常读错 replicate 真读错啊 replicate 没读错啊 replicate 因为这个你去这个英文里边 有时候re读re 有时候读re 而且呢 我问了一下这个英语老师 这个老外嘛 是吧 我问他 我说到底什么读re 他说英语 就这么一个很奇怪的语言 没有规范 我们从小这么读 就这么读过来了 也不知道为啥 像咱说这个中文 这个两 二 有时候读两 有时候读二 对不对 你想 这咋读 两元 对不对 但这读什么读 你就不能说两十两元 就是说二十二元 是吗 那你说这是多少钱 你就不能说二百二十二元 可能就是两百二十二元 是不是 所以二元 两元 二十二元 两百二十二元 这非把老外整懵了 对不对 你真有什么规律吗 真不好找这规律 咱从小就这么读的 咱就读的很顺 像这个re和re到底是怎么读 老外可能说我们从小这么读的 也就读下来 好吧 replicated 重复的 replicate 叫做 重复 是吧 replicated 就是重复的 还有一个单词 叫做 这个咱们编程很少家 replica 怎么repli 叫做复制品 这个咱们不太常用 编程不太常用 不给你管的 复制品 所以说replique 这个可以小的词根 就是重复 复制也是一种重复 是replicated 重复的 a compliant 服从的 这个是由comply 这个动词 这个之前咱们学过 是吧 就是和什么一致 是吧 comply comply with 和什么什么 一致 遵守 是吧 遵守和什么什么一致 这是这个动词 那么comply 就是遵守 那么compliance 就是服从的 遵守的 OK conform to 咱们先说过 不用去说 conform to comply with 这是两种搭配 都代表说 遵守什么什么规范 什么之类的 be supposed to 被期望做什么什么事情 be supposed to 被期望做什么什么事情 I suppose 有时候I suppose 我期望做什么 我假定做什么 是I suppose 那么他反过来 就是be supposed to do 就被期望做什么什么事情 suffer 遭受 suffer 遭受 比如说我 遭受了 我遭受了 失眠 I used to suffer from insomnia 不知道写没写 对 这是失眠 可以不用去管它 是吧 I used to suffer from suffer from insomnia 我曾经 遭受过失眠的痛苦 所以这suffer from suffer from 很容易常见的一个组合 就是遭受什么什么的痛苦 是吧 所以这就是suffer 就遭受什么什么 OK 这是咱们这一节的相关的一些单词 接下来咱们的开始来读 第52页 文档的第52页 接着对于什么第7、8、9个版本来做描述了 第7个版本又被称作ES7、ES2016在这个时间发布 这个修订版包含了只包含了语法的更新 Handful of Hand 是吧 Hand 翻译不标准 Hand 是不是手 Handful 这就像 Handful 一手的 Handful of 就是一手 就是挺多的 这不能说一手 反正他意思就是一堆 一堆 Handful of 就是一堆 直接就是一手的 就是抓那么一把的 其实就是一堆的 是吧 一堆 这个 但这一堆的不是太多 因为一手 我一个你一手你抓不了太多 就是有一些 但又没有多的那么多 就是Handful of 是吧 这个 修订呢 只包含了 一些语法的 一些语法的 新的东西 是吧 Addition 增加的吗 Add 是不是这就是增加的意思 Add 增加 它的名词叫Addition 增加的东西 是吧 新 新 Syntactical Syntactical 那么它其实是由这个什么 Syntax 语法 Syntax 说语法 这咱都知道 语法 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语法的 新东西 是吧 所以这个版本包含了 一些语法的新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 Aredia prototype Include 是吧 然后一些包括这个密操作符 就是这个密运算的操作符 OK 第八个版本 又被叫做这个ES8 ES2017 在这个时间点被完成 这个修订版呢 包含了这个义部的迭代 Arrest and spread a property 这叫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译 这是就是咱们的这个 也是加速表达语法特性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译 先不用去管它了 然后的话 一些新的证度表达式的特性 然后这个Promise的这个Final Final的一个Catch all handler 真不知道怎么往中文翻译 因为这个加速表达经常那么用 大家也都这么说Catch all Catch all 它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Catch住了 叫Catch all 都Catch住了 就把所有的这个Promise的东西 在Final里边都Catch住了 就这样一个处理器 是吧 处理器 反正就处理这没东西 没处理器 所以说你要不对Jarscript理解 所以说你基本上看不懂 这是啥意思 那其实你是 就是其实大家读这种英文文档 遇到这种情况 你和你读中文文档一样 因为你看咱们现在读的是 这本书的关于Jarscript的一个 简介部分 它里边提到了很多Jarscript的一些语法特性的一个东西 你想你如果是读一本中文版的Jarscript的一个书 你也读不懂 里边提到Promise Promise什么东西 它还没讲呢 是吧 你还没有学到Promise那一章呢 什么叫做这个文 比如说什么叫做这个证度了答事 你还没学到什么叫做Rest and Thread Properties 我还没学到那儿呢 所以你即使是中文版 你把它给翻译成什么 你也听不懂它啥意思 所以说大家读到一些 这个文档还没有讲的东西的一些特殊的专用名词 你读不懂它啥意思 太正常了 因为英中文你也读不懂 OK 所以在这儿不去翻译了 包括说模板字面 这是因为在Jarscript有这种叫做A Little Template 其实这种字符的一种替换是吧 这种一个修订 所以读不懂就读不懂吧 这个第九个版本仍然被完成了 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在第三个阶段的一个 一堆新的特性 Large number of 就是非常多的 是吧 就是在第三个阶段 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新的特性 它almost significant edition 它最显著的增加的东西 是吧 significant增加 它最显著增加的东西 很有可能 是 es6模块的动态引入 你要不懂Jarscript 你也不懂我在说啥 我说中文 你是不是也听不懂 所以就是它最明显的增加的东西 可能就是es6模块的动态引入 为什么一般一般script 就是一般script的这个 遵从的这个规范意味着什么 一般script layout definition of a script confirmance 那这个的话就一般script啊 就这怎么说呢 就把一般script的这个规范遵从性把它搁到那了 就把他们的定义弄到那了 他其实翻译这个人话的翻译就是 其实就是一般script的 定义了一般script的规范的这样一个规范 因为这两个翻译成中文都是规范 遵从规范什么 你好像不太好翻译 其实意思就是262 就是列出来了 一般script的规范 这么说就行了 被认为是一般script的一个实现 如果说想被认为一般script的一个实现 那么这个实现必须遵从下边的东西 支持所有的类型 这个值对象属性函数呈编程语法 然后还有语意 这语意的意思 然后就像他们在262中描述的那样 然后对于unicode的字符标准做支持 还有呢 一个遵从了这个标准的一个实现 还可能做下边的事情 unicode就可能做下边的事情 增加新的类型 这个值对象属性函数 在这些东西呢 是在这个262里边没有被这个定义的 没有被指定的 262呢 描述了这些额外的原始 这个主要的新的对象 或者说新的对象的新的属性 在这他意思就是说 262描述了一些额外的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新的东西呢 就是说没有在标准里边包含的新的对象 或者新的属性 这就是说除了这个标准里边包含的 你还可以增加新的对象和新的属性 就这意思 支持 程序和政治表达式语法 在262里边没有包含的 262里边没有对于这个 这个政治表达式的语法做规范 是吧 意味着内置政策表达式的支持 是可以被更改和扩展的 那这意思就是说 内置的政策表达式的支持 是可以被更改和扩展的 这个标准 这个标准给了这个 什么 这个实现的开发者 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和灵活性 来这个开发一门新的语言 基于ICMAScript which particular partly Count for is popular 那么这意思就是说 这个新这个规范 给了 这个实现的开发者 非常 大的 能力和 扩展性 来这个基于ICMAScript 开发这个新的语言 这个呢 Account for的意思 其实指的就是说 为什么什么负责 然后的话 这个为什么做出了贡献 那么就这个 就这件事情 为了它的流行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决定了 不能说决定 就最起码说 推对于它的流行 做了这个推波助澜的这样的作用 然后ICMAScript support in webbrowser 在这个外面浏览器里边 ICMAScript的这个支持 Nescape的浏览器 在1996年的时候 ShipWith 这意思叫Ship 是不是船呢 ShipWith 就是带着这个 坐船而来 这么翻译 那其实这一次就是说 Nescape Navigator 3 在1996年的时候 带着JavaScript 1.1的规范 来了 这个意思 同样的JavaScript 1.1的规范 那个时候被提交给了ICMAS 作为一个新规范的一个提议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 同样的JavaScript 1.1的规范 被作为一个新的标准的一个提案 提交给了ICMAS 然后随着JavaScript的一个爆炸性的流行 Explosive 是吧 Explosive 爆炸性的 是吧 爆炸性的流行 Nescape I was very happy to start developing 就Nescape非常开心 蹦蹦跳跳的 就开始了开发1.2这个版本 然而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ICMAS 没有接受Nescape的一个提议 这不坑人吗 是吧 Nescape提交了这个提案 然后自己蹦蹦跳跳去开发了 然后ICMAS 没有接受这个提案 这不坑爹吗 很快 shortle after 很快 在Nescape Nescape 发布之后很快 微软引入了IE3 微软 微软发布了IE3 这个IE的版本 带着JS1.0 来了 是吧 那么这个JS1.0 JS1.0呢 被 认为或被期望是JS1.1的一个同等的一个版本 Equivalent 这也属于非常常见单子 我忘了写到文档里边了 Equivalent 叫做和什么什么等同的 和什么什么等同的是吧 相等的 等价的 等效的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那么这个JS1.1 被认为和JS1.1是一样的 然而 因为这个未文档化的 以及 不正确的 重复的特性 那么JS1.0 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在1997年的时候Nescape4来了并且带着这个JS1.2 然后在什么之前呢 在这个JS1.2.262第一个版本被接受之前这个时候被发布出来了 然后并且被 这一年稍晚的时候被标准化 因此JS1.2 不遵循 Equivalent Script的第一个版本 因为这个人家是先出来的 你这个是后出来的 所以肯定不可能玩 不可能这个遵守 是吧 JS1.1不遵守这个Equivalent JS1.1的第一个版本 即使是这个Equivalent 就是尽管Equivalent Script被认为是基于JS1.1的 反正这比较乱啊 就是因为这个 Nescape 在开始开发之前 在开发JS1.1之前就把这个标准提交了 但是呢 这个被否了 然后后来呢又出来了 但是呢是在JS1.2的这个1.2已经这个被发布之前 这个发布之后 这个 这个出现了 所以挺乱的是吧 咱也不是倒历史 咱不去管它了 反正就是一大一大通乱套 是吧 JScript的下一个更新 Accord in IE4.0 就是说 Accord发生了 就是这两件事是这个 一起出现的 差不多一起出现了 是吧 和这个JScript 3.0这个版本一起来出现的 2.0这个版本 在这个微软那个IS服务器的这个3.0这个版本里边被发布的 但是没有被包含在这个浏览器的就是说JScript的 2.0这个版本是给这个微软IS服务器用的 但没有包含在浏览器里边 到浏览器里边用的就是这个3.0这个版本 微软 微软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TortingJScript at the first 微软 Press release 其实说就类似于像新闻发布会一样 就是向媒体这个去去去去说这么一件事 是吧 这个怎么 我还真不太好 这翻译我看这个翻译工具怎么来翻译这个 因为这个发布了新闻稿 反正就是类似于发布了新闻稿 这个press release 这就是新闻稿 是不是这个意思 像媒体发布了每个东西发布了新闻稿 然后这个Torting 这个Tort 他的意思叫兜售 这个怎么用的不多 一般咱们这个编程里边用的不多 在这本去管的都售是吧 微软就发布了新闻稿 都售JScript JScript 3.0 作为一个 一个真正的一个第一个实现 那意思就是 就是微软 这个就类似于在吹牛 是吧 发布了一个通 这个声明说 我们JScript 3.1 3.0才是第一个 对于这个ICMA标准的一个实现 是吧 实际上第一个实现 在那个时候呢 262还没有被最终完成 所以这个 JScript 3.0 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是吧 Fate命运 所以这个JScript 3.0 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就像JScript 1.2一样 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没有遵从 JScript 3.0 这个标准 就是他们推 遵守了 但由于这个 这个发布时间 标准在后 他们在前 所以说 其实没有这个遵守 这个他们这个规范 这个乱套就由词来了 OK 这是咱们的这个第 无事而言 咱们下节课 继续 我是杨仲克 一名英文水平 凑合勾用程序 咱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